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线页道经 第八页 第五项 福次龙皇 若离两舌 即等五种不可坏法 何等为五? 一 得不怀信 无能害顾 二 得不怀眷属 无能破顾 三 得不怀信 信本业顾 四 得不怀法行 所收兼顾顾 五 得不怀善知 四不讲话顾 四 得不怀善知识 无能违向阿路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后乘骨时得证卷属,诸母爱道不能咀坏。 这段经文也是我们修学,可以说是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都不可以离开的,还要开始。 两舌是说挑拨是非,造谣生事,世间一切诸佛,诸佛菩萨、祖师大达和我们讲过很多很多。 一切诸法,无善恶,无是非,无邪证,无真妄,亦无利害。 你如果入这种境界,那就恭喜你,你成佛了,入不宜法门了。 佛为何这么说呢?佛和我们讲的是事实真相,是诸法如来,亲证的境界,所谓法义如是。佛家用法义,我们一般人讲自然而然,它本来就是这样。 所有邪正,是非,真妄,离害,都是从人心生出来的。 从什么心呢?从妄想分别执着度生出来的。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你才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 我们凡夫,换句话说,戴着有色眼镜,看外面的风光,将它变形了。 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度生出来的。 离开妄想分别执着,才能见到真相。 但是,不离开妄想分别执着,那就做业了。 所以做业,老实说,也是虚妄的。 得的果报,也是虚妄的。 但是,那些虚妄,你会真正感受到。 就好像我们人发梦那样。 你做噩梦,真的受苦,吓出一身汗醒饭。 你如果知道是一场梦,它是假的,你就没有恐怖,也没有惊慌了。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发梦。 由此可知,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他们知道自己在发梦。 来到我们这些不知道在发梦的那类人。 他们是梦中醒悟过来的人。 我们是梦中迷惑的人。 所以,菩萨名号的意义叫做觉有情。 有情就是仲有妄想分别执着, 这叫做有情。 他虽有情,他觉悟了。 他误迷了。 他了解事实真相。 凡夫没有个误,不了解事实真相。 凡夫没有个误,不了解事实真相。 。 而口业里堂,最重要的是两舌。 。 妄语虽然很普遍, 两舌的害处超过妄语太多了。 。 一舌。 两舌的半冬四肥,叫你一家不和。 破坏一个家庭 破坏夫妻 这种是小的 大的两舌挑拨两个国家不和 甚至发生前症 伤害 很多很多人命财产 这种罪就重了 更大的两舌挑拨佛法 就是佛家说的五亿罪里的破坏和合争 这种罪大比挑拨两个国家发生战争最重 两国战争相亡的是生命 破和合争是团一切众生的发生为命 我们在发起菩萨殊胜治疗经读 很多人都读过这部经 佛在经上举了个例子 有两个比丘 讲经说法 宏发利生 发原殊胜 结果有疾度的人 亦是出家人 亦是出家人破坏 对法师造谣生事 等信众对法师失去信心 这个宏发的道场被破坏了 他的罪堕在地狱 佛跟我们讲的时间是一千八百万年 是我们人间一千八百万年 我们知道现代人讲时差 人和地狱有时差 从前我们在台中大专广座 李老师和我们介绍地狱状况 他和我们讲地狱的一日 时间的长度不可思议 经里面有很多种讲法 佛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种讲法 是和我们讲时间不是真的 在百发明门里面 时间是属于不相应行法 它不是事实 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地狱一日 最短的一种讲法 我们讲法是我们人间 两千七百多年 我们中国历史号称五千年历史 在地狱是两人 佛讲他到地狱是我们人间一千八百万年 那是不是他在地狱的时间不长啊 不是的 地狱的时间是到日如年 他觉得时间特别长 人在受苦的时候觉得时间特别长 欢乐的时候觉得时间特别短 所以时间是由感觉产生的 不是真的 经常讲的长时 我们要能思维得到 一千八百万年的时间非常非常之长 在地狱是无量劫 地狱的感受是无量劫啊 所以造作一切罪业 无过于破和合增 这种是五逆罪 杀父杀母 杀阿罗汉 出佛身血 破和合增 这五种罪 堕亚被地狱 我们要知道 出家人就算有过失 清梁大师 他在《华言经》所抄导 对我们说 是他老人家解释经文 在四十华言 文殊菩萨十信章最后 最后那段是文殊菩萨教善才同志去参学 这个参学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沉思仿道 教他参学的态度 和他说善知识里面 里面有些他的行为 好像违反了道德 做杀盗淫妄 《五十三餐》里面有真优 他说的那些是真前知识的 佛法道说的 应以什么身得道就用什么身 应以什么方法得道 他就用什么方法 他就将佛法教他 这种是大权是然 如果见到这种 那种人你就舍弃不亲近他 他是个真善知识 你就舍弃不亲近他 那你就可惜了 你的发源就断了 这里是说 菩萨在世间大权似现 不是我们凡夫能测度的 也不是凡情能理解的 他绝对利益众生 绝对不是自私自利 然后又说了一句 就算他是真的 我们求学的人 也应该真情恭敬向他学 我们学他好的那边 他不好的那边 我们不学了 你先能亲近天下 真善知识 这里是教我们 尋思仿道 应有的心态 问句话说 诸佛菩萨在世间事现 分闻常讲 弄蛇混习 为什么普言菩萨教我们 礼敬诸佛 礼敬诸佛是绝对没有分别 善人恶人 善人恶人都有佛性 我们心目中 都要将他当作真佛来对待 我们才能成得佛 如果我们心目中夹杂着那些不善 我们就不会成就 它是我们修行 能不能够成就最大的一个关口 也正是谭经道讲的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到几时我们能不见世间过 念佛人功夫绝对成片 他功夫得力 为什么 你的心纯善 纯善的心是真心 纯善的心是本性 我们现在的心坏了 坏在哪里 将外面一些 很多很多不善 放在自己心里 自己心变成不善 本来是纯善的心 变成不善 但是世间一切众生 佛上说 迷惑颠倒 可怜敏者 他迷在哪里 颠倒在哪里 可怜在哪里 就是专门搜集 外面所有的不善 他专门搜集这些 外面那些善法 他统统遗留了 他不收集善的 他收集不善的 所以为自己带来 很多很多灾难 你们灾难最严重的是三岳道 前几日 东北有个童修 打个电话给我 说那边有些出家人 他们眼中见到的是非常非常不如法 有人就说 我们要不要去控告他 揭露他的事情 但是又想想 这种事情可能破坏 因为佛教的形象 令很多学佛的人退心 那么因果怎么好 他还不错 他还能相信因果 所以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们自己好好地衡量 最好还是不要理他 他是他的事 我是我的事 他为非作大 将来堕三图 我如果揭穿了 会令很多很多信众 对佛教丧失了信心 我要堕阿比地狱 他里头的叶恩果报 利害得失 要明白的 在这个时代 南北朝 南北朝 谭联法师 注解 往生论 里面就有寓言 说我们没法时期 收罗 罗杀当家 同世尊在宁言经道 玄计完全相同 宁言经道 佛讲我们这个时代 邪师说话 如行何沙 我们要有智慧 抉择 更重要的 要有智慧 保护自己 要护法 保护自己 护什么 护自己的真情 清静 平等 正觉 慈悲心 护自己 看破放下 自在 随缘的 菩萨行 昨晚 我和印度 驻新加坡大使 一起吃饭 他问走很多问题 我们亦谈到这一方面 我们亦谈到这一方面 印度教亦收三摩地 宁言经道 说的 车摩他三摩地禅拿 这三种都是禅定的名词 车摩他 我们中国人说 子观 偏重在子 禅拿是子 宽 都重视 子 就是不受外景影响 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 不受它影响 你听到 你见到 你有智慧 简别 在他里面 你听到 断恶修善了 恶怎么断 见到恶人 见到恶事 绝对不放在心里 恶就断了 是这样断 法的 怎么修善呢 见到善人 见到善事 要去效法 这样叫修善 我们能守住这个原则 菩提道上就一帆风顺 先不至于又退转 凡夫修行 不会成就 最大的障碍 就是进的时间少 退的时间多 所以进一步 退十步 这样才需要无良劫 先需要三大亚争其劫 如果只有进步 无退步 绝对一生成就 怎能真正做到 只有进步 无退步 关键就是这里 我们有能力辨别是非 辨别是恶 绝对不要将恶非 放在心里 这就是这步境前面 佛教我们 不用毫分 不善间集 要培养我们自己 顺善的心 善知识有过身 我们有怀疑 心动 这种事情就麻烦来了 很容易退转 真正善知识 必定会找你 去谈一下 帮你解释 帮你 断意 深信 我以前初到台中 也有人时时讲 李炳路行话 讲得很多 但是我绝对不在意 因为我知道 连释迦牟尼佛年 孔老夫子 你看伟谤的人 有多少 大圣大言 过了两千多年 还有人伟谤他 一个人如果不受伟谤 那不是件容易的事 佛菩萨都做不到 你违旁 即管违旁 是你的事 我看那个老师 还有道德 有学问 我还是会跟他学 绝对不受他的影响 但是那些造谣 生事的事情很多 李老师自己也知道 有一次找我入房 跟我解释 其实不用跟我解释 这是他的好意 他要坚定我的信心 不让我离开他 所以我跟他十年 恩德太后了 好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您杀一番好 好 幸不合 后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